前總統馬英九 不只高舉右手喊動算 還幫徐振文熱情助講 一待就超過五分鐘 但是徐振文初選民調只有百分之十五 是大安文山區的最後一名 因此未獲國民黨內提名 當初不服初選 結果還大鬧全代會 因此遭開除黨籍 馬英九親自站臺 也被質疑是狀況外 連自家政黨提名誰都不知道 但馬英九辦公室也立刻澄清 馬前總統路過自家樓下 硬邀講話 詢問徐振文是否有經過 國民黨中央提名 徐振文答覆有因而上台 之後得知實情發聲明稿致歉 也撤回早上相關談話 等於徹底被誤導 眼見爭議延燒 徐振文也收回喜滋滋的臉 趕緊致歉 直說當場聲音吵雜 因此問到黨籍的事 沒有答覆 造成誤會感到致歉 畢竟馬英九駐獎 這對同選區的藍營新秀 高陽凱 楊子斗來說 親和以堪 虛弱躺在病床上 楊子斗日前拜票時 還不慎從行動獎臺 後仰摔倒頭部著地 輕微腦震盪 脖子也得戴上護套 昨天半夜楊子斗 因為嘔吐跟暈眩的症狀加劇 那麼再度地掛急診 那住進了醫院 我一定要不要擔心這段時間 我會來當他的分身 議員選戰北市大安文山競爭激烈 徐振文誤導馬英九站臺 對其他藍營新人而言 心裡恐怕 憤憤不平 三雄 黃一姐兩寶 台北報導